喂 老婆 你从机场出来了是吧 给你发微信看见了吗 今天晚上接送警克吃饭 千载难逢 我去不了 还有一个会 我赶着回公司呢 不是 我是想难得聚一下 再说了 咱们结婚的时候都帮忙了 还没一块儿吃过饭呢 抱歉啊 这样吧 你替我准备一份礼物 好吧 好 那行吧 那那那路上注意安全 到来跟我说一声吧 好 挂了 你说我是扎起来呢 还是披着呢 你已经很美了 我的女主角 难道想让你的杰森魂不守舍 跟那笨蛋有什么关系 只是呢 我必须要以最强的自在 出现在他们四个人面前 免得他们欺负你 有你在啊 他们都看不见我 不会有人欺负我的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的爆炸头已经把我挡住了 那你就忍忍吧 我怎么样 可 不过 你不要洗个头吗 我为什么要洗头瓦 我听说刘生南也去哦 像我和他老婆刘生南那富婆 你要是说月子健 还值得我一去洗 你要说他不洗 真准时不愧手不像 第一个就到了 别光说不烈 我可是来吃好吃的 要什么好吃的 人家杰森的心都快蹦到你身上去了 行了 别调侃我了 今天晚上你吃到的牛排 绝对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最好吃 我告诉你啊 这块牛排啊 可是我李杰森亲自用手按摩 我去把它按得外嫩里滑 就像女人的皮肤一样 杰森 为了你的安全 我劝你少说几句 我来了 来了 来 随便坐 来 那你不是早下班了吗 为什么现在才来啊 我刚回家洗了个澡 换身衣服 你好 我来了 随便坐 随便坐 来来来 帮我帮我 你帮我把这个摆到那里 稳妥 稳妥 晓菲啊 向太呢 他工作那么忙 每天飞来飞去开那么多会 不用带他 不用带他 我走了 各位 崔老师啊 不好意思啊 崔老师因为家里出了点小情况 他暂时回不许家 我就把他一起给请来了 没事 没事 来的都是客呀 来来来 随便坐 坐坐坐 随便坐 坐 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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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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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见到你 我还能见到你 你好 不好意思啊 刚刚有点事情耽搁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还有我的位置吧 有有有 来来来来来 你坐我这儿 坐我这儿 崔老师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开会吗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第一次聚会 咱们婚礼的时候 大家都那么给力 所以我今天来要感谢大家的 再说 你的话我必须听了 对啊 今天是不是我们四个女生 第一次聚在一起啊 真的是不约儿童选择了黑色 太巧了吧 算不算是缘分啊 那给我说一下吧 今天晚上咱们吃的这个牛排呢 是杰森特地为咱们定制的 我相信这位女士们 一定会非常喜欢 尤其是月子倩小姐 我们其实啊 都是跟着粘瓜儿呢 我也很期待啊 我也想知道 李杰森做饭到底什么水平 不过今天呢 我也不会吃太多的 最近在控制饮食 你又不胖 都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 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嘛 真是太让人羡慕剧毒恨了 不像我 稍微吃点东西吧 这肉就往脸上涨 哪儿涨脸上 你那脸不是巴掌的吗 标准的瓜子脸 许小姐别开玩笑了 每次见到你呢 我真是特别特别地羡慕 你看你皮肤多好呀 这毕业应该很多年了吧 但是你保养特别好 所以有机会一定教教我啊 我毕业没有很多年啊 要论保养的好 那应该是刘总吧 大家以后就叫我盛楠吧 小飞知道的 我平时飞来飞去 开会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保养 刘总 您这个岁数得吃多少保养品啊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啊 我这个岁数 我也没有比你大几岁吧 是吗 还真看不出来啊 说到保养品啊 越早吃越好对不对啊 说二十五岁之后 就该吃保养品了 可是 我的工资也没法跟三位比 我也 我也没吃什么燕窝呀 海参呀 最好的保养品就是睡眠 可惜 我没有这个福气 对对对 你不敬我一杯吗 来来来 敬敬敬敬 刘总 真是天生丽质 让人羡慕 我哪有三个妹妹漂亮 那个 杰森 你什么情况 你看大家聊得开心 你就不上菜了是不是 马上就好了啊 来 你知道吗 李杰森之前就跟我说 这郭虫啊 什么都好 就是太磨叽了 磨叽吗 我 杰森 昨天我还跟我们家小别 说到你呢 他跟我说 自从离开你之后 不习惯晚上睡不着觉 你俩是不是 激情满满啊 那什么时候借我去 你的豪宅睡一下啊 你们知道吗 郭老师跟我说啊 这四个男人当中啊 别看童雨 整天是冷冰冰一张脸 其实最像小孩的就是他 而且呢 要不是郭老师拉着拽着 这闯祸的 一定就是童雨 你说得太对了 在我们公司啊 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靠着童雨先生 但他自己每天觉得自己好酷啊 他说得非常对 只有他天天靠着我吃饭 是 男人永远都想不明白 女人之间的关系主策 上一秒还针锋相对 下一秒就能侵入 失散多年的好姐妹 三个女人一台戏 现在我面前的四个女人 简直就是一部好莱坞级的重磅大片 但是不知道对我而言 是喜剧还是悲剧 那个包炸头 我跟你说我兄弟杰森 一旦对一个女人伤了心 他会非常分离 他掏心掏肺 甚至比对他自己还要好 我只希望那个人可以 好好的珍惜 不是你这帮兄弟 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吧 你给我来点有技术含量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什么阵营的 我敌我不分吗 你还说他们仨没长大呢 我看这里面呀 心理年龄最小的就是你 他说我们仨没长大 对 你还真这么说呀 你好意思你啊 对呀 那么多孤独寂寞的长夜 不都是我们陪着你吗 就是 不是你看看你们三个这智商 他在挑拨咱们的关系呢 你又没有我给大家学一下 那我给大家讲讲 一起合唱的事啊 就讲这段 那天喝多了棒了 那个 报价头你们家许多喝多了 赶紧给他带一下 谁喝多了 就这么点酒 谁还能喝多呀 既然大家那么开心 不如我们再开一瓶 开 服务员 你们家还有什么好酒啊 把最好的酒再来十二瓶 干吗 我去你们这帮女人想造反 是不是 既然他们叫板 那必须跟他们喝啊 是不是 喝倒他们拼了好不好 好 其实我这酒量嘛 基本上也到上线了啊 不好意思 失陪失陪 郭老师啊 你说你兄弟 还真的是没说错 他他他他说我们什么了 他说你们 太闹了 至少至少至少 至少 看来你们四个不是我个对手啊 来啊来啊 不客啊 不醉不客 来来来来 我们喝一个 来来来来 喝一个 嘎老嘎老 下面我请我们餐厅最好的甜点师 路易斯 给大家做一个火焰冰淇淋好不好 好 好 来 火焰冰淇淋 这个火焰很高很危险的 来来来 我们到那边去看 来来来来来 好不好 很久以后啊 大家才发现这个被定额的瞬间 其中的滋味如同一到三点 有人能品出甜蜜 有人品出的却是酸涩 迅速燃烧而起的火苗 虽然没有灼伤任何人 却如同隐喻 在彼此的关系间 留下了一个通红的烙印 这个烙印似乎早已命中注定 确定 你我的未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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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